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京火车站附近的一间大酒店里 一场名为越住百万微信营销商业模式的培训会正在举行 就在会议结束时 基因中原人匆匆的闯了进来 画面中正在说话的女士姓谭 据谭女士等人讲 2013年11月下旬 他们在广州参加了同样的微信营销培训会 并且交纳了代理费成为了代理商 这次来南京的目的就是要向举办这个培训会的公司讨要自己的代理费 与此同时 一同报警电话搭进了南京市公安局韶山路派出所的值班室 下午的1点15分左右 我们这个派出所接到这个群众里 就是不要令报警 所以我们想去一下酒店里面的散任 所以没有人打架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刻赶往了事发现场 到达酒店后的民警发现 酒店大堂内聚集了一百多人 在场群众情绪都非常激动 事态随时可为失控 据带队前去支援的李所长回忆 事发当日 共有40多名民警先后赶往了事发现场 但到达现场后他们发现 现场情况十分棘手 我去我当时也闷了 我一看全是人 人都暗急发烧的 我都可以几个趕快把人控制住 在控制住混乱的局面后 民警随即展开调查 通过询问民警得知 发生纠纷的双方是报警人 谭女士党人和居兴培训会的组织方 以谭女士为代表的几名中年人 直指组织方骗钱 要求对方退还几个月前支付的代理费 讨要的对象就是今天这场培训会的组织者 也是这次培训会的主讲人陈志华 就在民警调查了解时 突然有人说会议主办方的工作人员要离开会场 几名中年人赶紧追了出去 谭女士等人的遭遇 让前来参加这次培训的一百多名学员顿时心神不安 他们先是在陈志华的课堂上热血沸腾 后来又遇到了所推代理费的谭女士等人 大家聚集在一起 强烈希望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 这场培训会究竟在培训什么 事情是否如谭女士等人所说 对方是在骗钱呢 平安365正在播出 我在广州 你在哪 以你的条件 你应该月入三万以上 他叫何荣 重庆人 几年前回国后就一直经营红酒生意 和谭女士等人的经历一样 去年十一月初的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微信好友发来的信息 那时候我准备要去广州参加一个商务活动 然后在去之前的一个礼拜 然后我就看到了在微信上面 曾小雷发的一个消息 然后他就讲 11月18、19、20号 在广州的空港大酒店 有一个微信营销的免费培训课程 想着这样的课程 或许会对自己的生意有所帮助 2013年11月17日 他前往广州参加了那次培训会 会场的氛围就是让你热血沸腾 然后他们是把那个气氛炒得非常火热的 在里面的都像风子一样的 这样的培训会究竟在培训什么 为什么前去参加培训的人都会对此如痴如醉呢 主题就是微信营销 微信营销然后他跟我们说 就是现在你看 现在大家用微信的人 大家有多少时间花在微信上面 如果是你要推销你的产品 那微信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微信营销 好 就是讲这些 讲了过后就有表演他的一个催眠表演 在以此次被成功人士 阅读百万的这些令人兴奋的言语 反复词底下 何女士动心了 于是他交纳了三万元钱 加入了代理商的行列 我做他的代理商 我就是想在他这个平台 能够销售我的产品啊 然后我也接他这个 我是他的代理商啊 我如果是能够找到其他的代理商 我也有代理费啊 肯定也有啊 据何女士讲 培训会上主讲人陈志华承诺 代理商不仅会拥有专属的营销软件 并且高级别代理商的提成比例 也会有所增加 于是何女士又升级成了高级代理商 然后他说马上要涨价嘛 涨到三十万嘛 给我们的话就十万八嘛 那我就交了一个七万八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 何女士发现 现实的情况 却并不像陈志华等人 所鼓吹的那样尽如人意 自己的产品不仅没有推广出去 根本是一分钱的提成都没有赚到 我就觉得不对劲啊 就一直都发这些东西 发没有实质性的 没有实际意义 就好像你刚才说的 他没有一个实际的产品 然后我这样的话 我去发给人家 叫人家也来了 那不是变成他欺骗了我 我也欺骗人家吗 对不对 学长学的新闻 其实我们常人恐怕不太能够理解 都恐怕就是说 你自身在那个环境当中 因为他作为普通的老百姓 他可能认知的程度 那么不像他们传销组 是做了精心的准备 他针对人的不同的心理 不同的阶层 他有一套完整的 一套比较成熟的一套做法 那么可以讲说 利用人性的这样一种弱点 来优骗你救他 通过询问民警发现 这次前来南京参加培训的 学员和何女士一样 大多是通过手机微信 接触到了一个名为 月入百万微信 营销商业模式的活动 这个典型的你说现在 有什么职业或者行业 可以月入百万 这种口号也符合 给传销的比较显著的策证 他们经常接到这方面的 微信的消息 那么就动员他们到相应的城市 去听这方面的课 大多现场一个是叫陈母 陈志华 这个是这个导师 就是讲课的 其实呢 有个新马的动作 随着调查逐步深入 民警渐渐摸清了 这个所谓微信营销商业模式 培训会的真面目 这是一个在微信上传播的项目 参与者交费成为微信营销平台的代理 然后通过在微信上加好友 向他们推荐这一商业模式 只要有人前来参加培训会 并且成为代理 那么参与者就能够获得相应的提倡 那么本案实际上 它是一种无事物的烦销 那么纯粹就是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 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 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 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 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 作为记仇或者反例依据 引诱挟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务 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等 就构成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从目前警方了解的事实来看 这就是一起典型的 无事物非法传销案件 于是民警决定 对嫌疑人立即组织抓捕 在酒店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民警找到了嫌疑人陈志华的房间 此时房间里面有一个人正在忙着收拾东西 这个人会是嫌疑人陈志华吗 经过仔细盘查 民警确认该男子并不是嫌疑人陈志华 只是培训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有那种遭遇上以后 我说双方都是慌的 我说包括他的行李 他的物品 包括钱 他都可能没有拉到手上 所以我说这个人跑不远 就在对嫌疑人的房间进行守候搜查的时候 楼层服务员的一句话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是客房中心 客房中心 他们说有客人需要在26日要拿行李 警方推测 这个让服务员来取衣物的客人 应该就是嫌疑人其中之一 嫌疑 我们首都在住的时候 然后这个酒店的按摩 给我一个电话 说他们这个 可能又在2754 看到一个房间 这个盖兰子的神情也很慌张 一看上去就不是很自然的 拿出身份证 他上面是叫 兴马 当时我们就看看 就是应该 在受害人口中所称为的 随后 民警将涉案双方带回了韶山路派出所 由于人数众多 调查取证工作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2014年3月13日凌晨4点 民警通过技术手段 锁定了犯罪嫌人陈志华 及其财务人员胡某等人的藏匿地点 随后将其成功抓捕 胡某 这个女的胡某 这个通过在宾馆和受害人联系退钱 警方还搜缴了 其使用的POSE机 电脑 以及大量与受害人签订的代理合同等 据陈志华交代 2008年 他在南京注册成立了 南京陈安之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开始 他以微信营销商业培训的名义 先后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活动 招募代理商并从中收取高额费用 在其团队中 陈志华是活动的策划者 及主讲人 其助理马某主要负责活动的执行 此外 两名财务人员陈某胡某主要负责办理代理商交费等业务 随着嫌疑人陈志华等人的落网 这期涉嫌利用现代通信软件 组织实施传销的案件 南京警方仅仅在48小时之内就彻底告破了 但令人奇怪的是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被陈志华如此简单的手段所蒙蔽 在这起案件当中 我们又该警惕些什么呢 加盟代理为何变身非法传销 成功大师又是如何骗取钱财 平安365正在播出 没有实际的产品用于销售 只靠介绍别人加入就可以获得提成 这样的生意经颠覆了普通人的常识 尽管如此 还是有近600人先后加入代理商的行列 为什么他们会一脚踏入这样的陷阱里呢 就像他们抽烟的 在这里拘留所 人家给他 他以前如果抽中华 现在给他7块钱的七匹 他也抽 他有需要吗 问他会成人家的人吗 一样 他们对成功有破解的渴望 他叫马亦阳 是传销团伙主犯陈志华的助理 2013年10月份的一天 已经从事培训行业10年的马亦阳 在深圳遇到了相识已久的陈志华 之后不久 他以助理身份加入到了陈志华注册的 南京陈安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他到了到了到了吧 行政助理就跟着 比如说订订酒店啊 买买东西啊 办办会物啊 这些东西嘛 据马亦阳讲 自2013年10月份以来 他们先后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城市 举办了11场 这个所谓 月入百万微信营销商业模式的培训会 并招收了一大批代理商 在民警发现的一份代理合同中显明 代理权共分两类六个级别 不同的代理级别需要交纳的代理费用 从59800元至300万元不等 因此获得的提成比例 也从25%至50%有所不同 微信代理商的概念就是 他如果 他也可以在他朋友圈发这个广告 然后他的 看完广告以后 他会来上课嘛 上完课如果他要报微信代理商 或者他有产品 要在我们平台进行招商 然后他就会有一定的提成比例 这代理费最高的高的多少 那上面标很多了 标最高好像标到300万了吧 有人来代理吗 我不知道没有 目前没有人交过300万的 最多的有多少 最多的我记得好像是50万吧 马亦阳告诉记者 虽然至今为止 并没有受害者真的通过这种商业模式 实现月入百万的目标 但是还是有人不断加入 甚至狂热追捧 为什么会有人愿意相信 陈志华等人宣传的这个项目 能够挣钱 甚至月入百万呢 其实微信现在全中国有几亿的用户 微信还在高速发展 所以接下来可能会超过7个亿 8个亿 9个亿 10个亿 没有人可以给他一个承诺 给他承诺 对线不了也是没用的 他是看中了这个趋势 月入百万 他只是个名称 对名称提到稍不回事 有利于宣传 怎么可能会通过微信 能挣到运入百万呢 传统传销比较呢 就是他的层次 层级啊 很简单 他就三级 不像普通传销的层级 可能能达个十几级 一个拉一个嘛 他是想回避 规避这个下线 多层次下线的 这个用金的回购的关系 目前这起利用网络软件 实施传销的案件 南京警方已移交检察机关 该案不久将开庭审判 平安365栏目 也将继续关注此案的进展 那么对此类案件 我们应该如何加以防范呢 一 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不要把自己的个人信息 向陌生人透露 二 信息时代应提高警惕 不要轻信任何信息 如有需要 应积极核实信息来源 及真实性之后再做决定 三 一夜报复的心态应及时调整 毕竟成功是一个需要付出 坚实努力的过程 2014年9月10日 吉林省延吉市公安消防大队的执法人员 来到了延边天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延吉国际汽车城 等在重大火灾隐患专项行动中 查出存在火灾隐患的单位 对其整改情况进行的突击检查 没有接口 对对 然后这个水袋呢 这水袋呢也没有 根本没有接口 检查中发现 类似墙壁式消防村内 没有水袋 水枪 火灾自动暴击系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防台间系统 不能正常使用等隐患 仍未整改 下一步 延边州公安消防支队 将加大执法力度 积极推进火加隐患整改工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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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